普里镇南岸路下水道工程封路段 因应廉价进行临时性开放 今至也因廉价后开始施工封路 普里镇公所主任秘书刘正道表示 现幅的下水道工程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希望民众入境此处能够按照标示行驶替代道路 并且减速慢行保障安全 我们普里镇南岸路由于县政府在施工 虽然在春节期间有开放了一段时间 但现在春节过后了 县政府的工程又要复工了 所以那段道路有在县政府有计划 又要在封路封一段时间 请各位证明在驾驶方面 注意看道路的路标 看它的标志指示 按照指示来行车 减慢速度维持交通安全 先员林芳宇禁至一照 也到施工封路的路段进行试查 林医员表示 目前封路引导的替代道路是一条巷道 汇车相当不便 希望施工单位能够将封路段 往前移到新大实验林路口 保障通行安全 刚刚可以看得出来 一步搭货车还是要经由社区的 这个小巷道来进出 相当的危险也相当的不便 是不是说因为工作的考量 如果为了安全性必须要封路的话 是不是把这个路障往前移 让大家看得到这条路是不同的 在第一时间就可以绕到其他的 这个道路做通行 也希望说进出这条附近这些道路的时候 进去到社区的这些车辆 能够减速慢行 副委长潘一泉也提醒民众 南安路新大实验林段 以银石工开始封路 希望民众出入能够依照指示 行驶替代道路 并且进入乡道能够减速慢行 保障临我的安全 记者 崇尔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